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 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收听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 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 云彩飞扬 我是静怡 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 想想自己的生命 朋友你想过 有这样的一个人 他为了爱家 不光是选择从政 而且呢 他真的是披荆斩棘 他到底是谁呢 就是今天我们的VIP 曾献盈 献盈你好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献盈一开始 我想大家对你最好奇的 这一题一定要帮忙问 就是你怎么会选择 走上政治这条路呢 对因为在台湾很多人觉得 政治是一条很复杂的路 而且一般的家庭会觉得说 哎呀你做什么都好 但是千万不要去跟政治有瓜葛 因为政治不是黑啊 就是金啊 不然就是呢 有很多复杂的事情啊 那不单纯 所以很多的父母宁可孩子做工程师 老师 医师 对 那也不要去做一个政治人物这样 那我为什么会投入政治 其实这个说来话长 不过总结就是 我觉得从我个人的成长的环境 一直到后来我认识了耶稣嘛 那信仰基督教 那么我觉得我的信仰价值观 带给我人生很大的改变 那最后我选择用一个 可以帮助其他人的方式 而这个方式 我认为政治是一个很关键的平台 所以我就决定要投入这个平台 那我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帮助很多的家庭 那这是我投入政治最主要的初衷 也是我投入政治的目的 刚刚有提到说 其实跟你自己的家庭 现在的家庭 或是您的原生家庭 应该都有一点关系 要不要再跟我们更深入一点的分享呢 现在的家庭 其实我非常的享受 那其实过去呢 我对婚姻家庭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盼望 那因为我自己是在单亲家庭长大 那其实成长的过程是有一点辛苦 因为我爸爸在我四岁的时候 很早就过世了 那家里也比较资源都会比较缺乏 那妈妈一个人要带三个孩子 要一边工作 那在我们那个年代 要一个女人家要养三个孩子 那又不是受很高的教育 就只能够做一些劳力的工作 很不容易 对 要赚钱养家 在成长的过程 也是就是觉得说在 不管是在求学 我们从小就要到工厂去帮忙 也帮忙工作赚钱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那时候是发现到说读书 是这个唯一能够改变家里环境 特别是改善这个 比较贫穷的环境的唯一的一条路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 到了国小国中 国中开始就认真读书 那个时候还有联考 现在就制度很多 有很多多元入学的方式 我们那个时候就只有一个方式 就是联考 那也是蛮公平的啦 应该是说 大家全部都是一起来考试就对了 那高中联考 再来大学联考 那这两次联考 我都在那个时候 因为很想要就是改善家里的环境 很想要就是就比较穷苦人家的孩子 想要出头天这样子 对那后来就是 但是我后来考上台 终于中考上台 后来到台积电去工作 但是人生好像达到了一个 好像自我实现跟成就了 可是后来我却一下子不晓得 要追求什么 因为该追求的 好像追求到了 就是学历 然后来到台积电工作室 台湾算是非常好的公司 那么后来呢 我就也有很好的工作 但是我一下子不晓得说 那好像下一步要怎么走 那那个时候其实 我对婚姻家里其实是没什么盼望的 我会这么讲 是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对人生来讲 就是小时候的成长的话 因为觉得比较辛苦 就觉得说 那这样子干嘛要结婚呢 干嘛 就是说 不晓得要追求什么 所以以前是这样 可是后来呢 认识了耶稣之后 后来我的人生改变了 当然我也结婚了 也生了孩子 我现在两个孩子 我很享受现在的家庭 后来以至于我现在觉得说 那真的是要为很多的家庭来努力 要为很多家庭来贡献 嗯 刚才讲到一个让我们 觉得有一点点阶段性的东西 就是你自己的家庭 当然很爱 对不对 可是你怎么会想要爱很多的家庭 这个是应该很多人也问你吧 怎么会想要爱这么多的家庭 帮助这么多的家庭 嗯 应该是这样讲 我觉得家对一个人来讲 他的影响太大了 嗯 所以我从我自己成长的经验 到我现在养孩子 我发现家是 就是一个人他发展 实现他自我潜能的 一个很重要很关键的基础 对 所以我觉得要对这个国家 有贡献有帮助 家是非常关键的 同时我也看到的是需要 就是呢 呃很多的人 很多的不满足 不幸福 或者社会很多的问题 其实归根究底 都跟家庭是有关系的 嗯 可能来自于家庭的 不管是破碎 啊 或者是家庭的问题 而造成了现在种种的社会问题 所以一方面 我从正面来看 看到说 这就是对人是很有帮助的 另外一方面 看到说家庭的破碎 带来很大的伤害 所以第一个我做这件事是很有意义的 第二个当然也跟我个人的信仰有关系 因为我认为那是上帝给我的一个呼召 嗯 就是说除了神要祝福我自己的家之外 他也要我能够去祝福其他人的家庭 是对 如果说想要从正 也不是说用想的就可以 怎么样是从台积电转入到政治 而且我们一般觉得说 你如果进入台积电 好像不会有人想要出来吧 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抉择 对不对 对 其实台积电真的是很好的公司 它的福利非常好 那它的人才 记忌 那你进到那里面 你会发现它的升迁 发展 各方面的条件 其实都非常的不错 而且公司的学习成长的机会 也是很多 所以我其实在里面 也待了蛮久一段期间 之所以会选择人生的一个 不一样的道路 我觉得还是跟我心中的 好像一个不满足感有关 因为那个时候 我大学毕业就到台积电去工作了 其实以一个大学毕业生来讲 如果你是看一个年薪的话 就是有薪水再加上股票 股票分红 看你现在股票涨多高吗 那其实对一个年轻人来讲 你这个一年的股票分红下来 可能就是一年的年薪 可能是几百万 很大吸引力 对这是非常大的吸引力 所以其实我在公司里面 其实工作的 大家每个其实每个人都非常的优秀 工作的也很好 那车子房子 或者是大家想要实现的梦想 那公司都有提供很好的平台 但是我做了一阵子之后 我还是一样就是回到我刚刚讲了 就是说我就想一个问题 就是说难道我的人生 就要一直在这里来发展吗 有没有比这个 好像就是这个 当然我那时候最重要的目的是赚钱 就是为了赚钱 那有没有比这个还要更重要的事情 那当然赚钱很重要 因为要照顾家里 那么所以我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就开始去想说 回过头来最根本的就是说 一生到底要追求什么 虽然说工作很好 虽然说环境不错 福利也很好 继续栽带台积电也是有很好的发展 但是总觉得心里好像有一个空缺 我不晓得可能听众朋友 如果你在一个工作 或者是你在环境一直呆呆了 一阵子之后 你会觉得是有时候你可能会突然有一种 我到底在追求什么 好像有一种茫然的感觉 那个就是我那个时候在 面对的一种感觉 就是说难道我就这样一直下去吗 好像心里面还是有一个空缺 可以了解 对 对就是说我需要一个意义感 而那个意义感就是说 我所做的这一切 到最后它的终极的一个意义 或它的目的是什么 那当然我觉得我有很多的责任 比如说我那时候到台积电上班之后 我就赶快跟我妈妈说 请她可以退休了 好好喔 对因为之前她工作真的非常的辛苦 我就想说你可以退休了 好好把身体养好这样子 对那这个是我们要尽的责任 那但是我们还是会去想说 到底我这一生要追求什么 什么才能够让我的里面有这个满足 我想不是外在的公民 成就金钱或者是车子 房子可以满足的 你知道吗 我那时候我在台积电里面 我们同事最常聊的话题就是 那个房子 最近哪个建案 那个他们有时候看了都是别墅 就是这样一栋一栋栋栋栋 那时候新主义很多建案 我们哪个建设公司怎么样 再来就是车子 换什么样的车换什么样的车 我那时候印象很深 不仅有五台车而且都跑车 所以我看到好多的同事 其实这个也没有什么不好 但他们的兴趣 聊房子聊车子去哪里玩 这样子我觉得都很好 那当然大家工作都很辛苦 那所以犒赏一下自己也不为过 但是总是还是回到我刚刚讲的 就是说在所有的工作忙碌 在所有的好像 我们一直在这个岗位上努力 也有一定的薪资报酬 所以我们就会去思考说 那我的人生到底在追求什么 特别是那个时候我还是单身 我还是单身 所以呢 我就在思考 那么一直到了 有一天我在经过了台北 我到台北找朋友玩 我一个人到台大里面散步 回到我的母校散步 那经过了这个新生南路口 我走到一个人行道上 那我就看到一个 人行道上有一个围墙 那围墙里面有一个灯箱 里面呢 放着一个古老的诗篇 有那个灯那样打着灯 罩着它 我就停下脚步来看 那我看了这个灯箱里面 它其实是放了圣经 诗篇128篇 里面写说 凡敬畏耶和华 遵行他道的人 变为有福 那我就很好奇 到底是怎么有福呢 他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 你要享福 事情顺利 他在讲工作顺利 这个我看得懂 接下来他又说 你妻子 在你的内室 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 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 好像橄榄栽子 哎呀 好像就一个画面就跑出来了 对 他说你的太太 就是你的家庭 夫妻关系很好 非常恩爱 非常美满 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 你儿女一群这样围在你的 好像餐桌一样 好多小朋友 那么围绕着餐桌 餐桌上面有很多好吃的食物 大家一起很开心的 一起吃饭 他说看啊 敬畏耶和华的人 必要这样蒙福 那其实是 后面就是这个诗篇 没有很长 但是呢 他就好像把一个 幸福人生的图画 好像很快的就描绘出来 你敬畏上帝 你会吃劳碌得来的 因为很多人 劳劳碌碌 可是得不到什么 他可能忙碌一生 可是事情都不顺遂 所以他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 享福事情 工作顺 你再来是家庭 我就看到说 短短的诗篇 他就把一个人工作 再来家庭很重要的画面 那我那时候突然有一个声音 好像从我里面出来 他就说这应该是我人生要追求的目标 好棒 对 那我就想说说 原来我为什么内心会这么的 那个时候 空虚 好像说 因为我知道说工作很好 工作也不错 可是另外一个方面好像很缺乏 那个是什么 那个就是家庭 就是我那个时候还没有成立自己的家庭 所以那个部分 我就一直觉得说 那应该要成立家庭 可是我对怎么成立家庭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抬头一看 原来这是一间教会的围墙 然后他上面有聚会的时间 那我觉得那天是礼拜六的晚上 我就想说 好啊 那我礼拜天 他有聚会的时间 那我听听看他要讲什么 所以我是礼拜天早上自己走进教会 来这间教会听听看他的主日的讲道 真的好奇妙 所以这样子我就走进了教会 然后认识上帝 但我觉得真的是也是我的需要 因为在教会里面 他就教导我 你要怎么样择偶 怎么样交往 结婚 养育孩子 好多这种婚姻家庭的课程 其实我很喜欢 也得到很多的帮助 所以后来我在教会结婚 在教会生孩子 然后就是在 现在都一直还在教会聚会 那我觉得 教会是很看重家庭的 因为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基督教讲的上帝 其实婚姻家庭就是上帝设计的 所以从一开始 神创造人的时候 他就讲了 他创造亚当 他说那人独居不好 真的不好 一个人生活怎么会好呢 所以上帝很早就看到了说 那个亚当一个人生活 所以他要帮他创造一个配偶 就是夏娃来跟他一起生活 而且祝福他们 让他成立家庭 然后生养众多 所以我发现说 我认识了神之后 我发现说 家庭真的是 神要给人的祝福 后来我就在这样的祝福里面 我就觉得很享受 在这样的里面 我就觉得说 认识上帝 真的是非常的好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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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可以了解 他们可以知道 当他们知道说可以怎么样正确的处理关系 这个对孩子未来他的人生的道路 他怎么样择偶 怎么样交往 怎么样对婚姻家庭有一个正确的看法 这个会影响他的一生 所以第一个我们给他正确的一个观念 就是说帮助他怎么样去解决人际关系 因为我也注意到很多 甚至很多青少年的自杀 自杀率排行第一名很多 其实都是这种人际关系的问题 特别是这种男女这种失恋什么的 这个其实是对很多孩子来讲 不管是国中高中大学 那是很需要的 还有现在很多学校里面的课程 在讲这种婚姻家庭 那就是会很快的就会讲到性这个方面去 他就把男女的关系就会开始就讲性教育 男女的差异 很少会比较提到就是说如何关系 怎么样经营关系 那其实人跟人之间的这种爱的关系的经营 其实是我们这个社会真的比较缺乏的 那现在不管是关系的经营 亲子的关系 婆媳的关系 我有好多的心得跟好多的东西 我也认为社会上有好多的课程 其实我们国家有这个所谓的家庭教育 可是一直没有好好的落实 所以我就想到说 这个如果可以真的好好的落实的话 那不知道该有多好 那第二个再回到那个公共政策上 如果说有一些实际的公共政策 能够帮助很多的家庭 因为现在台湾很多台湾年轻人 比如说他们不结婚 整个社会环境氛围文化 或者是制度的鼓励都不够 所以呢很多现在台湾的这个 结婚的年轻人是越来越少 生育率是越来越低 对 对 所以人口老化呢是越来越严重 是 那这个其实就是家庭问题 所谓的家庭问题 不是说他家出了什么问题 是他根本没有 他没有想要结婚 他没有把幸福家庭的经营 纳入他未来人生 应该要努力的一个目标跟方向 他就算要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努力 那他也可能用错方法 所以现在就碰到台湾的离婚率 常常是全世界差不多200国家排名 排名前面的 也不是第一就第二 都是排向前面的 对 这个最好不要在前面 这不是什么好的第一 这个排后面一点比较好 真的 对啊 那台湾现在好多单亲家庭 也都是因为可能是父母离婚造成 其实这个对很多人来讲都是很受伤的一个过程 像以前我是单亲家庭 是因为我爸爸生病过世 现在台湾内政部统计一年产生超过5万个 我们不止5万 将近7万个单亲家庭的儿童 很多都是父母离婚的 台湾一年现在出生才十几万个孩子 那么就很多的孩子 因为父母离异 那当然这当中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透过教育 透过政策 透过很多的方法 我觉得可以帮助台湾很多的家庭 这个是我很想做的 是 所以像现银 你有这些理念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但是就想到说 有一个理想跟你真正可以实现 这当中是需要一个努力的阶段 所以第一个先告诉我们 你是怎么样可以真正的进入政治 开始你的政治人生 为大家打拼 然后再来告诉我们 这当中你所遇到的困难 我觉得我有从政的想法 其实要从好几年前 那个时候我一直在退 这个爱家运动有关系 那么那个时候 因为我推动过公投 所以我是公投提案领先人 那时候认识了一些政治的人物 那当中有认识一位委员 赖世保委员 那他也是一位基督徒 那他就在这次的选举前 他就来找我们教会的牧师 找我 就是说鼓励我可以投入政治 他说你有很好的理想 那你也觉得说家庭很重要 那你应该可以投入政治 来实现你的理想 他这样讲 那我就说 好 因为我是基督徒 我就说那我们来祷告 最重要的 对 我们来祷告 寻求上帝的心意看看 那所以我们教会的牧师 我们整个教会的牧师 其实他们有一起讨论 那我跟我太太当然也要讨论 但是到最后的结果 就很意外的是 我们教会的牧师都觉得很好 大家都同意了 对 所以这个很特别 就是说教会的牧者 是一致觉得说 这个很好 那我太太也很特别 很少有太太愿意这样子的 对 因为一般政治人物 太太是很辛苦 辛苦 非常辛苦 非常辛苦 那我太太 所以我说她应该是个奇女子 但我跟她讲 我的理想抱负 我投入政治的这个 没想到她想一想之后 她就跟我说 好 她支持我 哇 我就觉得说 真的是很不容易 所以我自己的家 上帝的家 教会也都支持 那么我想这是神 给我这样的感动跟带领 但是其实要投入政治 真的不懂 很多东西我们真的都不了解 所以刚刚主持人问说 怎么可以进入这个政治重振 其实很关键的一点是 有一位前辈在那里 所以有一位立法委员在那里 就是告诉我说 那你选举要做什么 那你前面要做什么 你要怎样怎样做 好 那他在前面 等于就是说 在那个职场里面成为一个遮盖 成为一个代理 告诉你说 你可以这样 你可以这样 避免什么 要小心什么 那你就比较知道说 原来政治是要选举 要这样做 所以有一位前辈 其实会减少很多摸索的时间 那再来就是 有自己的家里的支持 有教会 上帝的家的支持 所以在各方面 遇到困难挫折挑战的时候 有太太也会跟你一起 克服难关 教会弟兄姐妹 牧者会为你祷告 会支持你 那么所以 我觉得在这些的 好像这样子的一个组合下 好像才有这个机会 能够进入这个政治的领域 很多人用奇妙 这两个字来形容 我不知道 现颖你同意吗 我觉得是奇迹 不只奇妙 是奇迹 因为其实 当我要投入政治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都不看好 特别是 其实政治 它虽然说是变化蛮大的 可是政治也是蛮科学的 也就是说 当你要选举的时候 你可以透过民调 对 来了解 科学化的方式 来了解你的支持度 知名度 还有一些客观的数据 可以知道说 那你这样 大概在选区里面 你会得几票 是有数学 有统计方法 可以算出来的 那所以当 我要投入政治的时候 那可想而知 在知名度 在这个支持度上面 都是很不理想的 都是很不理想的 那怎么办呢 那就是要一步一脚印 所以可能我们就是要 很认真的 就是比如说菜市场扫家 像我就会开课 其实我的负担一直是家庭 所以我接触了很多的人之后 我就想说 我要怎么让他们知道 认识我 然后也知道我想做什么 所以我就在选举的时候 我就开课 开什么课呢 我开这个给爸爸妈妈的课 叫做预防儿少手机成瘾 是 对 就很特别 很少候选人这样做的 那我还开课 我还开这个手机课 因为我过去在科技业的背景 我就缩短这个长辈的数位落差 因为这很多长辈 电脑啊 3C啊 网路手机不太会用 我就叫他们 我就一个礼一个礼这样开课 那其实这些都是家庭的需要 长者的需要 孩子的需要 那父母成长班 我也是在课程里面 就是接触很多的家长 接触一些长辈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是真的是 用我的理念 跟服务来接触选民 那但是这样子还不够 因为一个人还是很有限 那所以到在选前的这个阶段 我虽然很努力 可是那个支持度跟知名度 还是拉不上来 那当然我说 刚刚说为什么说 这是一个奇迹 是因为到最后 最后的阶段 我觉得上帝很奇妙 那么有很多的弟兄姐妹 为我祷告 那所以我相信 是上帝垂听了 很多人的祷告 那么呢 才派很多很有名的 很有名望的政治的前辈 出来推荐我 就推荐这个年轻人 推荐这个 请大家支持他 当然这之前辈 他们的知名度很高 那对一个新人来讲 有前辈的支持 力挺背书 真的就是让很多人开始注意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非常奇妙 真的是一个神迹 所以最后 这个整个的票数有拉上来 所以在选区里面 其实我们那个选区 有27个候选人 最后我是得票是排名第三名 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 真的是一个神迹 真的有好多的恩典 在黑暗的地方 点上一束火光 在冷漠的路上 展现笑容的脸庞 在彩宇的庭院 种下心愿的希望 在缘分的胸膛 请到饿恶标 请到饶恕的芬芳 让开玩可爱起来 我们忠心期盼 让爱在这里生根 让爱在这里成长 让开玩可爱起来 我们忠心期盼 让爱在这里生根 让爱在这里生根 让爱在这里成长 让爱在这里成长 展现笑容的脸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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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猜疑的庭院 种下心愿的希望 在缘分的胸膛 请到饿恶标 请到饶恕的芬芳 让开玩可爱起来 我们忠心期盼 让爱在这里生根 让爱在这里成长 让开玩可爱起来 我们忠心期盼 让爱在这里生根 让爱在这里成长 让开玩可爱起来 我们忠心期盼 让爱在这里深渊 让爱在这里成长 让爱万可爱起来 我们忠心期盼 让爱在这里深渊 让爱在这里成长 让爱万可爱起来 我们忠心期盼 让爱在这里深渊 让爱在这里成长 让台湾万可爱起来 我们忠心期盼 让爱在这里深渊 让爱在这里成长 朋友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 我是静怡 云彩飞扬是由台湾救恩质声广播中心 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 今天的故事主角 我们访问到的VIP 他是特别爱家的 我们可以说好男人吗 曾县云 县云 我们刚常提到说 就是爱家 后面常接的就是好男人三个字 所以要不要再跟我们多讲一下 当你要从政的时候 你的家人的反应 我们知道说 太太是同意的 妈妈也很支持吗 妈妈很反对 很反对 她太心疼你 对 她觉得说 这个 政治很辛苦 其实妈妈 其实她是这样子 她就是不想要看到自己的孩子太辛苦 她觉得说 政治第一个很辛苦 而且四年后还要再选一次 她说这种工作能做吗 你四年后还要再来一次 而且选举很辛苦 所以她其实最在意的 倒不是说我做什么 她最在意的是说 你不要太辛苦 身体要照顾好 我想全天下的妈妈都是同样的 就是看孩子 就是说 希望可以你的家庭 你不要太累 就是这个身体要照顾好 她就怕我这个政治 因为真的真的很辛苦 有时候是没日没夜的 但是后来我慢慢跟她解释说 我要做的是这样 我们的方法是什么 理念是什么 太太也支持我们 后来她慢慢理解 后来她开始帮我拉票 后来她有在台北的朋友 她就亲戚朋友帮我拉票 她也很高兴 所以从一开始的反对 到后来取得她的理解 然后跟谅解 她说她帮不了我什么 我说对对对没有问题 但她为我祷告 用电话帮我拉票 这样我就觉得 但至少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同心 我就觉得是很好 但是像夫妻 我们知道说支持另一半 去做某一件事情 当然我们都可以同意 可是我们做老婆的都可以理解 真正下去做的时候 其中有很多的辛苦 所以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比如说夫妻还有家庭 你是怎么样去调整去配合 而且同时你又要满足家人的需要 我觉得最重要的家庭 就是夫妻关系 那夫妻关系 我觉得信任的基础很重要 那其实在我从政之前 我就跟我太太 就是说我们在信任基础上 我们就要有一个很深厚的基础 那这个其实我觉得跟教会的教导 也是很有关系 像以我自己来讲 像现在要从政可能环境更复杂 但是以我自己来讲的话 像这种男女关系 男女关系在从政之前 我就要非常的小心 从政之后更要小心 比如说我是不跟太太以外的 异性一起单独吃饭 或者出游 或者是开车载 那两个三个可以 有时候同事搭便车可以 可是你单独要搭我便车 我就会说不好意思 这个不太方便 这个是我自己用来保守 我就是说在这种 不管我工作环境接触了 不同的异性也好 那像我跟我太太 其实我们是可以敞开 其实像我工作的薪水 我是其实是汇到太太的账户的 然后太太给我零用钱 好有智慧 对 因为有时候太太会比较没安全感 那就钱就是薪水都汇过去 有时候我就说老婆这个月 那个零用钱不够了 说来这边三千块给你 但我们夫妻其实是很 就是说他的手机 我是其实也是可以 其实我们两个 因为我们是用那个手机 是有密码或指纹 我们是都互相 那个可以开对方手机的 我的意思不是 我们不是要去 没事去偷看 而是说我们有时候要查什么 查什么 有时候赖给他什么 其实是随时撑 也就是说即使夫妻关系 是透明敞开信任 但是这个背后是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原则 就是说我们很珍惜 很珍惜这个夫妻的关系 而这种信任会让 不管我们要做什么 尤其现在要进入政治的环境 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要必须在这个工作场域当中 有立下一些原则 那他会知道说 原来你是这样在处理 比如说工作的关系 男女的关系 那同样的他也这样处理 我也这样处理 所以我们就会彼此信任 而且了解 大家会知道说 原来我们是有一个原则 在守护这个家 是 所以很重要的就是 男女关系 情欲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对夫妻关系 是很大的保护 我觉得这样子 有这些原则 所以其实 其实还有很多的细节 我觉得这个部分 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但是就是我觉得 就是说 不管我从政的时候 就是 夫妻关系一定要看重 再来 金钱 这样金钱我就讲到 就是像我们家的金钱的管理 金钱是我在管理 我们家金钱 但是钱是放在太太的户头 这样 所以对我跟我太太来讲 他会很有安全感 那我们也一起知道说 家里虽然钱不是很多 但是彼此都可以一起管理 一起知道 那金钱跟这个男女关系 处理好的话 那还有一些细节 像婆媳关系 亲子关系 也用比较合适的方式 去处理的话 我觉得家庭稳固的时候 那么你去 不管做什么 特别面对政治上的挑战 你会觉得比较不那么辛苦 你会有力量 因为你知道 有一个家在支持你 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说 我一直相信 能够把家庭经营好的 他在各个方面 不管他在哪一个领域 不管在金融 不管在企业 或者是在医学各方面 能够把家庭经营好的 他同样 他可以把公司 可以把企业 把各个行业经营的很好 哇 好棒 所以夫妻关系 还有就是财务方面 就是这些也都是靠沟通 而得到的一个好的结果 彼此信任 在接下来这个问题呢 是金融自己蛮好奇的 你是怎么样跟孩子沟通 因为你本来的工作 并不是曝光度这么高 但是现在你是一位公众人物 你怎么样跟孩子沟通这一块呢 我怎么跟孩子沟通 其实我觉得就是跟孩子 讲我碰到的困难 请他们为我祷告 好感动哦 因为我一直觉得家庭是一个团队 所以既然是一个团队的话 其实爸爸并不是一个好像超人 然后呢 就是孩子其实有时候不知道爸爸飞到哪里去 要在做什么 有时候飞回来啊 然后带来一些食物跟金钱 然后又不知道飞到哪里 不是这样 我的想法是我们是一个团队 所以我常常跟孩子沟通 就是让他知道我在做什么 然后我今天面对什么挑战 甚至是我没办法克服的 我的困难 我非常需要他们为我祷告 然后我就跟孩子讲 请他们为我祷告 当孩子知道说 哦原来爸爸也有困难 原来爸爸这里其实很难突破的时候 我觉得全家的向心力会比较在一起 他们也会有很多的问题 他们就问说 爸爸这个是怎样 这个是怎样 那你现在进入议会 议会是怎样啊 他有很多小朋友很多特别的问题 这样子 那就是跟他们聊 所以其实在整个选举的过程 我觉得蛮感人的 那时候我的孩子在班上 甚至他们班上都知道 原来我孩子的爸爸要选举 所以他们说他们班都在帮我拉票 然后就是 好可爱 对就是每一个进来的老师 他们就在跟老师拉票 说你要投给谁 要投给真线 有没有要投给真线 然后还有同学 就是戴着这个口罩 因为我们口罩会有一些文宣 他就刻意把我的文宣 就是让他放在口罩上这样子 班上全校这样到处跑 这样宣传 所以他们很可爱啦 就小朋友很可爱 对那我其实跟孩子沟通就是 我觉得就好像把他当成是自己的一个 就是一种伙伴 那我非常需要他们的支持 跟祷告 那这也是我们家凝聚的一个方式 这也是我很期待的 所以在这个选举的过程当中 他们我孩子就跟我分享 把我拉了几票啊 谁些谁啊 谁些谁的 他的同学的家长啊 都有投我啊之类的 哇太可爱了 这个很像让他们从小去见证政治 好像政治教育这样子吗 对 其实他们发现说 其实政治不会离得太远啊 不会离得太遥远 那甚至有一次 就是选完之后有这个家长的职业分享 那我孩子就跟我讲说 你一定要来 你一定要来 我们班都好期待可以看到你 我就说 哦 好啦 其实选前他们就开始预约了 我说那这样好 我先跟你讲 我选上我才要去 选不上我要去两三 我就不去了 然后他说好了 那因为学校辅导式的那种邀请嘛 对 那我就说 那我就注明了 那时候好 后来又选上 所以我就必须要去 我就答应他 我就要去 我就去跟他们班上分享说 政治人物在做什么 他们同学都都蛮好奇的 但是这是一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互动的过程 不但他自己了解 他们班上的同学也知道 全班就是好像也可以参与跟了解 这样也蛮好的我觉得 对 像一个真实的机会教育 对 是一个人一样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觉得非常困难的或是你遇到的挫折 你觉得是什么呢 我觉得最大的困难 我觉得还是人 因为政治处理事情好像没那么困难 比较困难的我觉得是人 人的这个 就是说 因为我们政治上会碰到各式各样不同的人 但是人就会有不同的期待 那不同的期待 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去满足他不同的期待 但是其实是没有办法的 对 很正常 你没有办法满足每一个人的期待 比如说同一件事情 他有那样的期待 可是法规有这样子的要求 法理情或情理法当中 我们怎么样去帮他找到一个平衡点 或许他会有一些损失 可是损失怎么样降到最低 但是法律也要能够是合法的 那这个其实都是每一个选民的期待 或诚情的案件 这个都在考验我们处理的智慧 那没有处理好 或者有的时候是选民有一个期待 但是明明那个就是可能法规不允许的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要怎么样陪伴他 让他明白 让他了解 甚至到最后变成朋友 虽然案子没有像他期待的那样解决了 可是他知道你尽力了 那你也得到他的支持 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 我觉得每一个案子对我们来讲 都是一个类似像这样的处理 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人我们怎么样 管真的是从心里面去关心他 了解他 倾听他 陪伴他 所以我觉得政治不容易的是 有时候事情的处理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是 怎么样对人真的是看见他的需要 然后去用一个合适的方式 来跟他沟通 所以现营几乎你每天都要为 所有的问题找到出路 你会不会有压力 就是这个压力你要怎么排解呢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其实我每天要找到很多的出路 但是事实上是没有办法都找到 那一定有很多的压力 所以我常常的最常的祷告就是 主啊救我 真的是这样 真的我真的是这样 我就主啊救我 就是求救 我就是祷告 我就跟上帝祷告说 上帝啊这个事情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也尽力了 我也有时候真的是 但是可能我们的时间不够 资源不足 能力有限 但这件事情就是落在你的身上 那你又必须去面对它 那怎么办 那我常常就祷告说 主啊去你帮助我 比较紧急 我就主啊救我 救我来面对这个处境 赐给我智慧 让我知道怎么去做 当我常常这样子祷告之后 我就发现我有平安 在我的里面 那很多的时候 可能那个事情 不是如我们想要的那个方式去解决 但是因为有上帝的帮助 你知道到最后这事情总是 就是我们可能觉得这样比较圆满 可是他最后却是拐了一个弯 用另外一个方式 也不错 甚至比原来的更好 所以我实在是有的时候 常常觉得就是说 这个上帝真的非常的奇妙 当我跟他祷告的时候 我不论在工作上 在家庭上碰到的困难 都可以一个一个解决 所以每一天有每一天的难处 后来我就发现了 耶稣讲的话是真的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 对我就常常跟上帝祷告 说每一天有每一天的难处 我最常祷告就是工作上的难处 还有家庭上的难处 即便现在我其实家庭 因为孩子都就青少年 所以家庭的还有工作上的 其实都还是会面对挑战 那怎么办 就是来祷告 那我非常相信 就是那个时候 我认识上帝的那个诗篇 128篇的话 他说敬畏耶和华 耶和华就是上帝的名字 敬畏耶和华 遵行他道的人会有福 所以我只要照着神的话去做 那么我就可以 吃老路得来的享福 事情顺利 我要做的工作上的事 神会帮助我 那么我的家庭 神也会照顾赐福 所以这是我的信念 那么所以 我觉得祷告真的是太棒了 是是 哇真的好棒哦 我们在这里 可不可以邀请曾献赢 请献赢祝福 我们云彩飞扬的听众朋友 好不好 祝福跟鼓励 好我要祝福 所有的听众朋友 可以认识上帝 其实 我更喜欢用天父这个词 因为讲上帝感觉比较遥远 天父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 虽然我从小很早我爸爸就生病过世 但我后来认识了 原来有一位天父 他在天上 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 所以我要祝福所有云彩飞扬的听众朋友 可以认识天父 常常享受天父上帝的爱 那这个爱要来祝福 所有的听众朋友 可以工作顺利 享福 可以吃老路得来的 也可以有幸福美满的家庭 哇太棒了 今天非常谢谢曾献赢 百忙当中 来到云彩飞扬节目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今天非常感谢曾献赢分享的生命故事 也谢谢曾献赢弟兄授权给救恩之声 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宫 如果朋友你有感动 想要更多了解基督信仰 推荐你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寿课程 透过函寿 让你能够更多的认识圣经真理 所以如果你想要更多了解基督信仰 或者是参加圣经函寿课程 可以拨电话 可以拨电话 或者是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 台北邮政 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 静一收 静是安静的静 以使树心旁心旷神怡的仪 期待您来电或是来信 云彩飞扬在救恩之声官网 APP各大podcast平台都有播出 邀请你持续的收听 并且也请多多的将云彩飞扬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因着你的分享 听见好故事 得到祝福 在这里敬宜祝福你喜乐平安 云彩飞扬 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忆 四处寻找我的心 万片溪水和山林 我心依然无处寻 我曾经多彷徨 四周云彩飞扬 四周云无安息途 小声留不住欢乐 眼泪带不走痛苦 四周云彩飞扬 我说生命不稀奇 一生看戏归尘土 放弃一切地追求 万片沙彩飞扬 在这里敬宜祝福 我曾经多彷徨 四周云无安息途 笑声留不住欢乐 眼泪带不走 有人曾经告诉我 说你所正在寻找我 还能够忙活 我无法收到温哥一窗 我心中多快乐 我又见到的太阳 我心静静跟飞翔 我总还要再来她 我心静静静静的 很常听我的情愿 如果你还愿意听 让我再来告诉你 耶稣基督救赎主 他曾满足心无数 向他倾诉向他哭 他必是你的宝座 耶稣基督救赎主 他曾满足心无数 向他倾诉向他哭 他必是你的宝座 耶稣基督救赎主 他曾满足心无数 向他倾诉向他哭 我曾满足心无数 他必是你的好处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 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 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 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 立即使用救恩之声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